大家好朋友们 8月20号了啊 礼拜五了 这一礼拜又快过去了啊 这个 现在是早晨西班牙的时间 8点55分啊 最近啊 我要提醒大家的啊 要注意治安啊 要防范啊 这个防盗防抢防骗啊 去年我做了七八七节目 就是关于这个海外华人啊 如何防盗防抢防骗的 现在看来还得接着聊啊 就在昨天和前天 就在我们巴塞罗那 就光我们知道的 至少两起这个被盗被抢的事件啊 有一个呢 是一对华人夫妇租了一个车 想去玩一玩 然后呢 最近不是有疫情吗 这个老公呢 这位男士呢 他还在工作 就是处于居家办公吧 虽然说是旅游去玩 但是呢 还带着自己的工作电脑 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结果呢 他们去了某一个餐厅 吃个饭 就在把车停在了餐厅的停车场里边 然后他为了图省事吧 就把自己的工作电脑放在后备箱里了 大概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等出来 呃 这个后备箱啊 没有被撬动的 被破坏的痕迹 但是电脑就不翼而飞了 没了 这个呀 对于专业啊 对于职业的贼啊 来说啊 这很容易 几秒钟 是吧 可能十几秒啊 反正一会儿的事啊 这个 眨眼之间啊 转瞬之间 一瞬间 这个人家就吃这碗饭的 那个他那后备箱没有被破坏 但是同样停在 这个停车场另外的一辆车 就被砸了 就被砸了啊 这个 我们一个朋友 北京的一哥们啊 娶了一个浙江媳妇 有一回他们几个朋友 开一辆车去玩 就在一个高速的服务区 就在西班牙境内 然后 就那几个人去吃饭了 他还看着车 他站在车边上 然后就来几个 应该就是摩洛哥 或者阿尔及利亚的 这也是 把他的车胎扎了 扎了之后 然后就拿他的东西 就把他的那个 很多证件什么的都偷走了 实际上有点半抢 有点半抢 半偷 后来他们怀疑 说有一个女的 可能也是那种北非的吧 中东的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的 就是可能是 在里边看着他们 然后和外边呼应 做内应 反正都有可能吧 然后还有前天 前天也有在仓库区 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近郊 有个地方叫巴德罗那 巴德罗那呢 那也是个独立的市啊 那个地方有仓库区 我们到那吃过饭啊 那有一个华人的餐厅 浙江人开的吧 他卖包子 早上起来还有豆腐脑 当然他那豆腐脑 主要是甜的 有点不太习惯 卖包子啊 还卖份饭啊 就是几个欧元 七八块吧 你随便吃啊 我们不是穷人吗 到那吃过饭啊 便宜 还不错 也到那买过东西 顿货 批发 那也认识几个 做批发生意的朋友 就是前天 他开了一辆奔驰吧 有一朋友 然后那个 刚刚要下车 他一下车的时候 他不在车上 你可以把车从里边锁上吗 他一下车 这个时间 那他所有的车门 是打开状态 他正要从 他那奔驰车上下来 他是驾驶员吗 然后有人 就盯着他 在后边一个老外 也是开一辆车尾随他 然后突然很快 就把他那副驾驶上的包 拉开车门子 就抢了就跑了啊 所以类似情况很多 包括我们北京的 有个朋友 他老婆是湖南人 就在他们原来住在那附近 大白天就有人来拽他的包 没拽走 然后他也是脸皮很厚 就是说不当回事 没拽走 他也就若无其事就走了啊 这种情况很多 包括在这边一个做黑导游的 被人勒过脖子勒晕了 一个东北人的亲叔叔 开餐厅的一个女的 他亲叔叔被人勒脖子给勒晕了 他们是在这里边 在这个穿一个长袖的夹克 这儿勒一块木板 用木板来勒你 知道吗 那个劲很大 给他那叔叔都勒晕过去了 然后那个挣扎的时候 舌头都咬破了啊 就类似的情况被偷被抢的 还有一个浙江的啊 他们家就是有一天被人家进屋了 把他们家的首饰啊 金银啊拿走不少 只有那个时间段 那一个多小时 他们家的老太太是接孩子的 现在还有的是很多是华人盯上你了 你们家不是有钱吗 华人知根知底 他让老外来动手 他给老外指盗 给老外点 哎 说你去偷 偷完之后 他们分这个赃物 分这个钱啊 就类似的太多了 我能举出好多好多例子来 啊 反正在地铁上 我们认识的一老头 八十来岁了 北京的回民也住这儿 啊 就被三个人 一个白人老头 加两个黑人小伙子 一个偷盗小组吧 一个互助组啊 人民公社 生产队 生产大队 生产小队 被他们三个人 配合着挤他 然后 偷走了四百欧元吧 和人民币三千二啊 还有类似情况 是吧 还有在火 在这个地铁上也有好多贼 地铁上也有 还有的 他们吃 就是吧 这个这个 吃哪一片 这个贼 他就在哪个火车站周围转悠 哎 哪个地铁站门口 都是哪些人 时间长了 你那个 脸熟 你都知道谁是贼 反正这个巴塞罗那 这个 还有我们的朋友 北京 啊 那个中央美院的一个教授 啊 来这旅游 我的朋友就被抢了 啊 被偷被抢 他的那个 护照什么的都被人抢了 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华人 一个山东人 来来来法国 来西班牙 租个车 那车被砸了两次 是吧 最后所有的证件都丢了 差点连加拿大都回不去了 所以还得小心 是吧 还有的人 你这拍照 在那个什么 那个 圣家堂啊 凯旋门啊 在这边的那些旅游区 一定要小心 你拿个手机 啪 就给你夺走了 有的是骑着摩托 有的是就是 步行 他跑得快 进小胡同了 你也不认识他 在这边 比如说那个 有个步行街 流浪者大道 就跟北京的王府警 西单似的 那旁边那小胡同 我们进去过 那小胡同你就往里一拐 五十米 就感觉瘆人 那房子都特别破 特别旧 然后都是穿长袍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人吧 你一看就不是本国人 看说黑人不黑人 说白人不白人 说亚洲人不是亚洲人 反正挺可怕的 是吧 最近呀 有疫情 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光我们西班牙就有两万家单位 餐饮单位 餐厅啊 酒吧呀 都倒闭了 很多人没饭吃啊 所以那华人 一般人都认为华人有钱 华人还喜欢身上揣着现金 华人呢 又怂 身体又没那么强壮 首先华人吧 中国人是吃草长大的 是小绵羊 喵 是吧 喵喵叫 中国人又不具备攻击性 你说中国人吧 互相算计 互相攀比 玩点阴的 给你偷点睡 漏点睡 互相挤的挤的 背后骂谁两句 这行 你让中国人拿刀拿枪去杀人 是吧 当然也有黑帮啊 中国哈 各省的以地狱为纽带 也有一些黑帮 但是总体上中国人还是怂 还是老实 还有前年吧 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华人晚上去酒吧 就在巴塞罗那那个港口区 那边游客多吗 挨着海港 就跟几个讲俄语的人 发生冲突了 就几拳就被人活活打死了 你中国人 咱们还是跟那小瘦鸡辣子似的 瘦小 是吧 你从小就不注重体育锻炼 你像老外绑大腰圆的 人家有的练拳击 练那个徐晓东 那个自由搏击什么的 中国人又不重视这个 中国人只是挣钱 所以就被人几拳就给打死了 讲俄语的 也不一定是俄罗斯人 也许是乌克兰的 白俄罗斯的 反正让人活活打死了 那你找谁算账去 是吧 还有啊 这好多中国人也是舍命不舍财 这点非常要不得 在那个南部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周边的一个小城镇吧 那有一个开酒吧的中国人 有一个当地进过监狱的吧 就是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台湾叫耕生人 就在他那喝了一瓶啤酒 也就是两块钱吧 是吧 15块钱或者20块钱人民币的营业额 他的成本也就是七八块钱吧 最多 然后不给钱 就喝了就走 吃霸王餐 他追出去了 不干 结果让那个人给了他一刀给扎死了 当然最近也有那个 就老外到华人的餐馆 酒吧找事 让华人给打一顿 也有 就老外有的也没那么强壮 有的也挺可恨的 是吧 他的身体也挺弱的 你打他 他也打不过你 但是普遍来说 华人从人种上是吧 你的身体素质还是没那么强 所以尽量的还是 反正酒吧那种地方我是不去啊 我也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 是吧 我也对什么酒吧的什么娱乐项目也没兴趣 所以我们不去 是吧 不去 你就安全 有些地点 是吧 一个地点 一个是时间 比如说半夜了 你再出门 有一回我爱人跟几个朋友 他们一帮人去旅游 去的是那个 瓦伦西亚 可能瓦伦西亚离这也五六百公里吧 然后那个车旅游 那个旅行车的车 半夜12点多才回到巴塞罗那 我就拿了一个登山杖 那个登山杖其实就是一个棍子 它是金属的 对吧 而且我等着我爱人的时候 我要选在一个那个视野特别好的地方 我靠在一个墙上 这样别人从背后没法袭击我 而那个地方在一个角上 视野开阔 同时那个灯光啊 周围还有过来过去的人呀 是吧 他也不至于很阴暗的地儿 一定要选择啊 时时刻刻都要警惕 真的 你一旦不警惕 丧失警惕了 这个你的人身安全随时有问题 是吧 有还有人问我 西班牙啊 或者欧洲啊 说不是治安不好吗 他治安不好啊 归不好啊 好不好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他分时间段 也分地段啊 他分地方 这个你要规避 是吧 趋利避害 人活着不都是趋利避害吗 对吧 比如说有几千万的中国人离开了中国 这不是趋利避害吗 是吧 有有几百万的人到了欧美国家 比如说美国就有三百多万 是吧 有人说五百多万的华人 西班牙有三十万 官方说二十万 应该三十万 还有十万左右是黑着来的 是吧 就反正你分地儿 你比如说巴特罗娜都是做买卖的 都是开豪车的住别墅的 那个地方呢 抢劫的比例很高 还有像风斗 风斗啊 那个地方 在这个巴塞罗那的郊外啊 那个地方买菜买肉 很多人摊便宜 我们也去过 坐着地铁 那确实便宜啊 但是听说分量不够啊 分量不够是一方面 关键的地方 大白天就有偷就有抢的啊 发生过华人被抢之后 也聚集了上百华人 要追那个人啊 结果那个人躲到一个楼里那小偷 警察还不作为 是吧 然后后来华人还有点像暴动一样了 华人把警察围堵了 但是警察拿着橡皮警棍要打华人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啊 小心吧朋友们啊 小心使得万年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